掌声有请幸福心愿持有人 来 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叫曹坤 是山东人 来自北京铁路公安局 天津公安处警犬工作队 我是2014年进入警犬队的 这是我的警犬 他叫洛奇 是一头士兵隔拳 多大了 今年已经四岁了 大家好 我叫张杉杉 25岁 山东人 来自北京铁路公安局 天津公安处 我以前是一名特警 来警犬工作队 工作已经有一年了 这是我的警犬士兵隔 他叫球球 今年三岁了 另外一位 大家好 我叫王秋云 是河南人 我也是北京铁路公安局 天津公安处的 一名警犬训导员 我来警犬工作队 已经三年了 这是我的警犬 他是一头德木犬 然后他已经两岁了 二 三 四 是吧 对 为什么犬种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每个犬的工作类型不一样 像这个大德木 一般是用来追踪还有护卫的 像这个小狗 就是用来寄读和搜报的 日常工作是什么呀 大概就是负责一些大型活动的安保 像这个暑期的 然后还有春运两会这些 像一般就是搜读搜报 还有追踪这些工作 我们在电视当中经常看见狗会完成很多出色的任务 就什么味他都能闻得出来 是 他比人的嗅觉要灵敏多少倍 就说有1000多倍吧 1000多倍 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平时的工作内容 哪一集围来尝试一下 我来 五个铝罐已经摆好了 其中有一个是有爆炸感染物的 另外四个是有干扰物 来 您请开始 好威风啊 好 来 搜 搜 好搜 好搜 好 这个我的警犬在这个罐之前试紧了 说明这个罐里边有爆炸物的感染物 打开看看呗 看一下里边是那个感染物的扇物 对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第二组测试 五个行李箱也是每半米放一个 其中有一个行李箱内是毒品的感染物 另外四个是感染物 来 掌声有请张珊珊和球球 我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进行相包训练 因为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 面对实战会有各种各样的行李 这是我们其中的一种 而且在平时的训练中 我们也是有多种的训练模式 像地面的搜索 还有汽车的搜索 我稍微问一下 感染物就是沾染了那个气味的 对 比如说爆炸物 我们平时直接上爆炸物会有一些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会把纱布和爆炸物放到一起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感染之后 让我们承担会感染物 像你们这样的女生是肯定不能撒香水的吧 对 我们是不用撒香水的 也不能用化妆品的吧 更不能吃打算的吧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生活好枯燥啊 真是为工作奉献了不少 好 来 你开始吧 好 来 搜 这个是吧 对 你确定吗 确定 因为她来回的修了很多次 来 来 我们打开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这个形象 好 纱布 也是沾染了那个毒品的感染物 对 接下来我们有请王秋云和舒克 来完成一些复杂的互动动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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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克 做 Fa 成ación held 二 谁